我们看看任正非是如何向道圣和夫学习 十年前 道圣和夫问任正非 若是欧美突然给华为断供了 那你们该如何自处 任正非诧异 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心中所想 众所周知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 无论是军事 技术还是经济 都不允许有人超越他们 一旦有威胁他们的存在 就会想方设法打压 就像法国的阿尔斯通 当时全球每四个灯泡的电力 就有一个是来自阿尔斯通 他们在电力运输等多个领域 都达到了世界前三名 贸易更是遍布全球 最后 美国仅仅以一项涉嫌商业贿赂的罪名 就逮捕了阿尔斯通副总裁 并且对公司开出了天价罚单 几轮打压下 最后迫不得已卖给了美国高通 替美国做了嫁衣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日本半导体领域也遭受到了美国的技术恶吼 不仅对日本3.3亿美元储存器加征100%的关税 还禁止国内购买日本各大科技企业的产品 而在美国向日本半导体领域下黑手之前 道圣和夫就已经在企业内部下达命令 将自主研发做到极致 并且悄悄组建了一支优秀的研发团队 开启了B计划 秘密研发芯片 所以 在这次技术打压过程中 金瓷不仅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反而逆袭而起 在研发中有了极大的技术性突破 一跃成为拥有自己核心科技的行业领先者 道圣和夫凭借技术至上这一原则 在制裁中占据了主导 并且带领团队走向世界500强 如今 这样的历史又再次上演 华为的5G技术全球领先 在西方通信技术的铜墙铁壁上撕开了一道口子 而且 专利属全球第一 让美国感受到了恐惧 要从原有的蛋糕上狠狠地分一块 美国举全国之力 无所不用其极 对华为进行了三轮打击 一次一次猛烈 对于美国来说 打击华为这种企业是轻车熟路 日本东芝 法国阿尔斯通的例子在那摆着 而且手法都基本一样 没有哪个公司能够坚持下来 美国高工说 华为不是很厉害吗 芯片断工后 才几个月就把荣耀卖掉了 他就是自取灭亡 任正非笑道 十年前 到圣和夫就让我开始准备了 华为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东芝 早在2011年 任正非就前往日本拜访到圣和夫 向他请教企业平稳度过寒冬的秘诀 当时到圣和夫就曾提醒到 欧美停止为华为提供技术支持 你们应该如何求生 这一句话正是任正非心里最担忧的 最后到圣和夫给出了四字真言 自主研发 任正非对此大受启发 多年来砸下重金 用于人才挖掘和培养上面 这才有了后来的鸿蒙系统和HMS 如今 华为也在努力研制自己的心 在全面去美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正是因为这些完全属于中国的自主研发 才让华为一次又一次的扛住美国的打压 再一次证明道圣和夫的先见之名 这位87岁高龄的日本经营之才 亲手将三家公司送进世界500强 光是这个记录目前就无人能破了 他培养的企业家中 已经有一百多家公司上市成功 每年都有许多企业家募名前去拜访他 可是他年迈体弱 不可能接待所有人了 在朋友的建议下 把自己八十多年的人生智慧和商业经历 写进这本书中 最终融为一个新字 任正非曾说 道圣和夫的每一本书我都看过 他的书对我影响很大 马云三次拜访道圣和夫后说 很多道理我最近才想清楚 而道圣先生却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想透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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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